这不是一部快乐的影片 但这影片却让人感觉似曾相似 关于我们曾经或正在 生存的困顿与不安当中 优化生物功能实验室专车 将于十分钟后抵达 运换取维生用品者 请至广场集合上车 导演陈介仁反思金泉正体 如何形塑与载质人的生活 与命运 曾经从新卒徒步到台北 抗议华龙纺织恶性裁员官场的女工 是全球化浪潮中的牺牲者 7月11号周四晚间10点 进入观点 陈介仁导演作品《风吹肉身》 是什么样的风 一点一滴的摧残我们的肉身 是什么样的你 是什么样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